作為模特兒 做模特兒這麼久 你學習到甚麼 你是自己資深一位很有質素的專業模特兒 人生上你覺得是甚麼改變了你 我想第一個就是我沒有那麼害羞 性格比較開朗很多 我自己是一個很貪美的人 所以也扮漂亮的時裝 揭替健康 任何有關於漂亮的東西 我都認識了很多 另外一個我小時候的朋友都認識了很多 因為有很多模特兒 所以建立了很多不同地方的友誼 我覺得是很珍貴的 我認識了Eunice 我們是電台認識的 但我們不是經常見到 但見到遇到 很多人說 我很關心她 我不知道她是關心我 我可以關心你 有沒有人眼紅過你呢 因為這一行其實是甚麼人都由 始終是有些很怪的人 她覺得你走得這麼好 就會眼紅你 有沒有聽過或遇過類似這樣的事情 也有的 分兩下 不單止這個圈 每個圈都有的 我永遠都覺得我做好我自己的本分 你怎樣 我怎樣攻擊也好 怎樣做些背後的事也好 如果真的我不去care 因為我走得太多 我覺得我沒有做錯事 我又沒有做開心事 如果你真的這樣不喜歡 我都不可以crease全世界 每天都喜歡我的態度正確 我覺得是這樣 我想問她怎樣 眼紅你怎樣做不好的事 有沒有例子都說給我聽 還有你怎樣應付呢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可以 因為我又看到你 有一句說話在Faceball 通常你打下去 我又覺得很遺憾 人當時的心態和思想 你又終身學習很重要 是 說一下你終身學習四個字 為何你覺得這麼重要 這一句都是我媽媽教我的 人學到老 都會到老學到老 她是犯人犯人 我經常說媽媽很犯人 她說犯人 我們是犯人 就是要這樣 所以這些都是她 傳給我的從小到大的思想 你不去學習的話 你永遠停在那裡 你就會退步 所以學什麼都好 總之你學到的東西 你終身 你自己一世 在你的腦袋裡 都是你自己 屬於你的 你錢 你所有愛在的東西 你未必是 有一天永遠都屬於你 但你學習到的東西 你腦袋吸收到的東西 永遠都是你的 這是她教我的 我最近有句話 我今天想和你分享 你說終身學習 我看到有句說話 她說知識就等於什麼 等於底褲 看不到 但很重要 沒錯 是啊 哈哈 你學這麼多東西 其實有沒有哪兩件事 你覺得已經做到專家 我專家 不能這樣說 最近我學了一個中醫班 就是興趣的中醫班 其實學了一些 怎樣幫助自己 用食療去養生 還有一些 例如我傷風感冒 這麼簡單的病 我可以不吃西藥 用中醫的方法 我自己都可以 吃什麼東西 自己都可以康復 這些 我覺得是終身受用 你學中醫 或者學這些養生療法 對 就是過程 心靈上 你領絡到什麼 很滿足 因為我學到 自己又吸收到 又幫到自己 亦都幫到身邊 家人的朋友 我覺得 是一個 是一件樂事 如果朋友 家人有什麼 突然間 我有不舒服 我肚子 發焦感冒 我回答他 他幫到他 我有滿足感 所以我不忍心 我們有很多 共同朋友 有時我們走開走 我做這個訪問前 我都問朋友 我跟Eunice聊天 大家有什麼想問 他們共同的 一件事 就是問一下拍拖沒有 感情生活如何 那些八卦的事 我就不問 不同的年紀 看男人 就有不同的定義 沒錯 小時候 有沒有哪些男生 或者哪些類型的男生 你覺得好東西是順盤 小時候 小時候 你說二十多歲 十多歲 二十多歲 我會覺得 很有頭腦 我會覺得 永遠都是 有頭腦 和哄得很開心 再加上很有 設計師 很有立面的 有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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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德的 我覺得他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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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很像 很聰明 很聰明 那段時間 我現在也很喜歡黃文德 哈哈 現在認識他了 是 其實 藝術和現實 是兩回事 講一下你的體會 我們不一定要講 Michael 一個藝人 和一個真真正正的他 其實 我們現在是我們做事 所以我們用我們做事的面 跟大家聊天 但我們私底下可能不同 你說一下你的體會 我的體會是 你可能拍戲 你會永遠都有Styling 很帥仔 做得很精神 當你不怕是 跟朋友聚會 可能看得多 這一行真的太多 你說身材好 有多好 也有 多帥仔 也有 真的看過 你不會再覺得有什麼吸引 以前可能 小時候 你沒見那麼多 你就覺得 嘩 偶像 很少接觸到 但當你入了這一行 也有這麼多 一類人 就覺得 不來如此 最重要的是 內心和心理 做了這一行 知道很多東西 是包裝出來 當然也很漂亮 但最重要的是 人的本質 本質很重要